今天咱们来一起逛一逛佛罗伦萨非常有名的一个跳脑市场 这儿呢就有点像北京的喷家园 卖一些古董啊旧货呀什么的 至于真假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有些东西呢就是对我来讲还挺新奇的 这儿确实有就是欧洲的这个老东西 你一看呢就会觉得哎呀这雍容华贵哈 好像是宫里面的 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平民的一些旧货一个老物件 那这些东西呢价格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吧 其实并没有说非常的昂贵 比如说就是一套那个茶具 或者或者说是那个喝咖啡的那个一套的东西 它是150欧 我觉得多少还能再讲讲价 但是由于我没买 所以我也没跟人讲价 然后还有些东西呢就非常的东方 哎你会觉得这不会是从中国来的吧 确实有一些瓶器呢它是写的就是香港加工啊或者就是香港造的 这说明可能是以前啊就是咱们咱们做外贸加工的一些历史物件吧 当然欧洲的这些就是比较复古的这些瓶器呢 其实就是很漂亮就是我觉得在国内可能不太能够买到啊 等我要回国的时候我可能会在这买几件东西送给我国内的朋友 就逛这种就是旧货市场的这个感觉挺好的 就像什么呢就是你去博物馆的话呢你看到都是那种非常高大上非常精美的那些东西 然后这种旧货市场呢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是进了一个就是老奶奶的家里面 然后这家里面有好多的这个物件呢就是特别有生活气息 就跟博物馆那种就是让人肃然起敬就必须得就是把嘴闭上 然后你还得穿着板着点啊去的一个地方不太一样 我还是挺喜欢就是逛这些东西的 但是其实我还真没有抱着那种简陋的心态哈 就想买一个什么东西囤着啊以后等着哎捐给博物馆 那都没有因为我没有那么好的眼力 那这个地方嗯其实是开了也是很多年啊 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也都在这逃货哈 因为确实这个风格挺独特的 而且佛罗伦萨毕竟是唯一复兴之都嘛 呃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呃购买呃就是礼品啊 或者纪念品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是非常的合适的 你看这个有的东方风格的这个鱼盘 哎你们看过那个动画片吗 我的鱼盆我的鱼盆 呃就那个就非常有意思的动画片啊 然后呃这些东西太大了就没法带回去 我要是买的话我就会买一个小杯子 然后看到这些东方的东西我就觉得 哎呀咱在精神上哈 算是回国了 哈哈哈哈 好啦今天就带大家逛到这吧 呃我是在意大利生活跟留学的戴琳 我是一个日更博主 我需要你的关注跟投币 好的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还有您吗 然后就等到这家里了